N1级别的阅读部分 問題中、次の文章を読んで後の問いに対する答えとして最も良いものを1、2、3、4から一つ選びなさい 阅读一下下面の文章、選擇最恰当の一項 まず、教育と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から考えてみよう 差し当たって僕は、教育とは子供を社会の成因としてふさわしい存在へと育て上げていくことと定義してみたい 这里的差し当たって、它是差し当たり变过来的 就是今のところ、目前、当前的意思 首先、我们先从何谓教育这一问题开始思考吧 当前、我认为所谓的教育就是将孩子们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どんな時代、どんな社会の人々でも、子供を大人に育て上げなくてはならなかった その際には、社会の成因としてふさわしい在り方が何かしら想定されていて それが教育の営みを導いていたはずだ 不管在什么时代、或者是由哪些社会成员構成的时代 都需要将小孩子们培养成一名成年人 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设想一下 一名、构格的社会成员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这个为标准、去实施教育 这里的何かしら、它指的是一个不特定的事物 就是、社会の成因としてふさわしい在り方とは何か、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里的想定、它表示设想、预估的意思 そのふさわしさは、大きく二つに分けられるだろう 一つは、働いて食べていけるために必要な能力 つまり、農民なら農民としての、漁民ならば、漁民としての技能や知識 もう一つは、他の人々との間で、ふさわしい振る舞いができること 基本的なルールを守り、他の人々と協力する体制を取れること 自分に与えられた役割を果たし、その責任を取れること等々 つまり、他者との関係能力である 这种合格的标准呢、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求生的能力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通过劳动来维持生存 就像、農民和漁民都具备相应的技能和知识一样 另一方面,就是在和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做出合理的对应 那这里的话可能说的有一点抽象 具体一点说呢,就是能够遵守基本的规则 能够有一种和其他人协助的姿态 能够担负起社会给予自己的一些使命等等 总之呢,指的就是一些和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能力 好的,在这里呢,是有一根下滑線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59题 1. 社会の成員としてふさわしいあり方と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 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两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1. 子供を養い、社会において責任ある振る舞いができること 能够培养孩子,并且在社会中能够担负起责任 2. 自立するために必要な能力を身につけ 自由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 为了自立、掌握必要的能力 并且能够轻轻松松的生存下来 3. いつの時代にも 自由する技能や知識を備え、他者に尊敬されること 掌握了任何一个时代都通用的技能和知识 被别人所尊敬 4. 技能や知識を身につけ 他者との間でうまく生きていけること 掌握技能和知识 还能和其他人很好的共同相处 那么和文章中提出的两个标准 完全吻合的就只有第四个选项了 好的,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文章 では、現代社会においては どういうことが大人としてふさわしいのだろうか 教育理念を構築するとは このことを改めて考え かつ共有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 那么在現代社会 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具体是怎么样子的呢 所谓的构筑起教育的理念 就是需要重新思考一下 前面讲到的问题 然后使观念達成共识 だが、この共有と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 そこには社会の在り方と人間の生き方を ど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思い描くか つまりは、異なった社会観、人間観が 様々に入り込み、衝突してくるからだ 但是这种共识 要達成一致的话呢 是一件相当困難的事情 在那里 对于社会应有的形態 和人的生存方式方面 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社会观和人生观 它们会发生冲突 例えば、僕が最初に挙げた 教育とは 子供を社会の声音として ふさわしい存在にすることだ という定義に対しても 反発を覚える人がいるだろう それは社会的期待に 子供を育わせようとする よくない発想だ 教育とはむしろ 子供の主体的判断力を育てるものだ というわけである 打一个比方 我一开始呢 是说 所谓的教育 就是将孩子们培养成一名 合格的社会成员 对于这一定义 肯定有人会不同意 那些人会说 把社会给予孩子的期望 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是不好的 教育应该是 培养孩子们的一种自主的能力 この意見はしかし 社会の実情に ただ従うだけでなく 主体的な判断のもとに 自らの人生を作り上げ 社会の在り方をも 批判的に検討する人間こそが 社会の声音としてふさわしい という近代的な人間感に 基づいている 但是这个意見呢 不但是要求 孩子们遵守社会的秩序 要求孩子们 用自己的主見 来构建自己的人生 而且还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 来看这个社会的形態 这才是一名 合格的社会成员 这个意見呢 是基于 近代的人生观 これもまた 社会の革が 子供たちに寄せる 期待の一種だと 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そして 子供を放置すれば 主体的 批判的な人間になるはずもないから そのように 育てあげようと 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当然 这不得不说 也是社会 对于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如果放任 他们不管的话 孩子们不可能成为 一名有主見 带有批判眼光的人 所以必须去那样培养他们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笔者举出的 一个关于教育方法的 另外的一种意见了 いずれにせよ 教育というものは 社会の革が 子供に寄せる期待 もっと強い言い方をすれば ある種の強制から 自由ではない と僕は考える 重要なことは この社会の一因 つまり大人として 生きていく上で 何が必要な条件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定め 共有した上での 強制であるかどうか という点なのだ 那读到这里呢 我们发现 作者其实对于前面的 另外的一种教育理念 并没有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只是说那种教育理念呢 是建立在近代的人生观 基础上的一种教育理念 作者认为 不管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 所谓的教育就是 社会及大人们 给予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说的强硬一些 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 关键是 是否能建立在 看清 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 能够生存下去的 必要条件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回答 并能互相之间 达成共识 那么最后一段呢 就是作者的一个主张了 作者呢 在这里并没有 完完全全的否定 前面的另外的一种 教育理念 但是作为教育理念 必须考虑到 我们作为大人 如何生存下去 这一问题的回答 并且相互之间 能够达成共识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六十题 教育理念を 共有することが 難しいのはなぜか 为什么说 教育理念 达成共识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第一项 社会や人間について いろいろな考え方があり ぶつかり合うから 因为关于社会形态 和人的形态 其观念有很多 他们会发生冲突 第二项 教育者と一般社会の人々が 思い描く大人らしさは違うから 教育者和一般的人 对于一名合格的社会人的 标准不同 第三项 子供の主体性について 一致した見解が得られないから 关于培养小孩子们的主见 大家的意见 没有达成共识 第四项 社会の在り方や 人々の価値観が 変化してきているから 社会的形态 和人们的价值观 发生了变化 那这道题的答案 还是很明显 我们应该选第一项 相应的一句 应该是在文章的第五段中 有出现过 这里的 ぶつかり合う 相当于第五段的 異なった社会観 人間観が 様々に入り込み 衝突してくるからだ 这一句话的 好的 再来看下一个题 反発を覚える人の意見について 筆者は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か 对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 比者又是怎么说的呢 第一项 大人の期待を実現しようとする という点では 筆者の考えと同じだ 教育在实现 大人期待这一点来说 和 筆者的意见是相同的 关于这一说法呢 我们可以在文章的第六段 和第七段当中 找到相应的一句 在第六段当中 作者呢 是举出了一个例子 有一些反对我意见的人 他是说 それは社会的期待に 子供を育わせようとする 良くない発想だ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认为作者呢 是将一种社会的期待 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 是一种不好的想法 然后在后面的第七段 虽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 他们认为 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不仅要遵守社会秩序 还要用自己的主见 来构建自己的人生 用批判性的眼光 来看社会的形态 但这也是社会 给予孩子们期待的一种 具体呢 就是第七段的第三行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另外的一种教育理念 和作者的教育理念 它是一致的 答案呢 就是第一项了 然后再来看第二项 大人の期待を 押し付けようとすることは 教育理念にそぐわないものだ そぐわない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不符合的意思 教育 在把大人的期待 强制的执行下去 这一点来看 它是不符合教育理念的 但是我们在最后一段 有看到 作者认为 教育它是一种 强制性的东西 所以第二项 它也是不对的 然后第三项 子供の主体的判断力が 自から育つと考えることは 思い込みでしかない 认为孩子的自主性 是自己自然而然养成的 这一想法呢 是一种自以为是 关于自主性的养成 我们可以在文中的 第七段有看到 作者认为 那种教育理念呢 是建立在 近代的人生观点之上的 所以不是一种自以为是 第三项也可以排除 最后一项 子供の主体的判断力を 育てようとする点では 筆者の考えと変わらない 在培养孩子自主性的 这一点来说 和笔者的想法 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关于这一描述呢 和文章当中 也是有出入的 所以第四项也可以排除 好的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 第六十二小题 教育について 筆者の考えを表しているのは どれか 关于教育 笔者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项 教育は社会の秩序に 縛られない主体的 判断力を養うものだ 教育是一种 不受社会约知的 培养孩子自主性的 一种东西 第二项 教育は社会の在り方を 批判的に検討できる 能力を育てるものだ 教育是要培养 小孩的一种 对于社会形态 做出批判性反思的能力 第三项 教育は教制から逃れられず その教制は教育理念の 共有が前提となる 教育不能没有强制 这种强制 建立在教育理念 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 第四项 教育は教制から自由ではなく 社会の有力な教育感を 受け入れざるを得ない 教育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 必须建立在 有权威的教育观念之下 読到这里答案应该是很明显了吧 在这里我们应该是选第三项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教育理念一定要达成共识 第四项 教育は教制から自由ではなく 虽然是文中出现过的 但是后半句 教育必须建立在 具有权威的教育观念之下 关于这一描述 文中应该是没有提及的 而第三项 教育は教制から逃れられず 虽然文中没有出现这样的表达 但是意思呢 是完全和文中吻合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选第三项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看一下 综合理解的题目了 で問題11 次のAとBの文章を読んで 後の問いに対する答えとして 最も良いものを 1、2、3、4から一つ選びなさい 读一下A和B两篇文章 然后呢 从下列的四个选项当中 选出最合适的一项 好的 先来看一下A文 私たち日本人が これまで培ってきた 日本語を 次の世代に伝えていく上で 国語辞典の デジタル化は 避けて通れない課題です 辞書のデジタル化は 電子辞書という形で 既に実用化され 多くの人が利用してきました 分からない言葉を 瞬時に検索できる 電子辞書は データ検索という コンピュータの 強みを生かしたもので 言葉に関する 膨大な情報を ポケットに入れて 持ち歩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我們日本人 要將日語 传承下去的話呢 国語辞典的 数字化 是必经之路 辞典的 数码化 已经通過 電子辞書的形式 得到了推广 很多的人 也因此 得到了便利 碰到了 不認識的詞 我们可以瞬间 通過 检索 来进行查阅 所以 計算机的 优势 也发挥了出來 我们能将 大量的词条 随身携带 でも 書籍の 大字林を 手に取って 眺めていると 電子辞書では 味わうことのできない 楽しみがあることに 気づかされます ページを パラパラと めくりながら 気になった 言葉の解説を 読むという 楽しみ方です 辞書は 単に 言葉を調べる だけでなく 読み物としても 十分に 楽しめます 但是 我们会发现 把大詞林 詞典 拿在手上的时候 有一种 乐趣 这种乐趣 是从 电子辞書中 无法感受到的 我们一面 哗啦哗啦的 翻着書頁 一面 读着 自己很在意的 詞语的解说 所以 词典 不光能 查阅 单词的意思 还能 享受到 作为 读物的 一种 乐趣 好了 A文的 两段 应该是 写得 很明白了 第一段 是在说 电子词典 使用起来 很方便 有强大的 检索功能 而第二段 是在说 印刷的词典 虽然体积大 但是能感受到 电子词典中 感觉不到的乐趣 也就是 前面说的 哗啦哗啦的 翻着书页 一面 读着 自己很在意的 词语的解说 那么 A文这两段 是分别在说 电子词典和 印刷词典 它们的长处了 用一句话 来概括的话 就是 电子词典 它很小巧 检索功能 强大 而 印刷的词典 虽然大 但是我们可以 从中感受到 作为读物的 一种乐趣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B文是怎么 描述电子词典的 最近の 电子词典研究によると 电子词典を 用いた学生は 単語に 辿り着く時間は 早いが 第一词の意味だけを 読むことによる 誤答率が 高まるという また 根据中 根据最近的 印刷辞書の 理学生们 还受到了 熱烈的 追捧 对吧 然后最后一句 说的是 现在的学生 虽然从一出生 就接受着 电子产品 教育的 熏陶 但是他们 还是认清了 媒介的 本质 使用起来 还是 严加区分的 那么 这一段话 我们就可以 用两句话 来概括 能够快速的 查阅 单词 但是 措达率高 然后呢 我们去 调查了以后 发现有的学生 对于 印刷词典 和电子词典 使用起来 还是严加区分的 就是这两个意思了 对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63小题 63番 电子辞書の 聴証について AとBが 共通して 述べていることは 何か 关于 电子词典的 长处 A和B 都说到的是 哪一点呢 D相 軽くて 簡単に 持ち運ぶことが できる 很轻 利于携带 第二项 大量のデータを 小さく まとめて 収納できる 能将大量的数据 收纳在 很巧的空间里面 第三项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 介して 多くの人が 利用できる 通过网络 能为 很多人所利用 第四项 知りたい言葉を 早く探し出す ことができる 能够快速的 检测出 想查阅的词 这里的话呢 答案很明显了 应该是 第四项 其余的三项 我们只能在 A文中有看到 而不是 AB文 都说到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可以排除 然后第六十三题的话 它是一个 相同的点 那么第六十四题 他问的就是 AB文 不同的点了 印刷された辞書について AとBは どのように 述べているか 关于印刷的词典 A和B分别是怎么说的 第一项 Aは 紙の本ならではの 良さがあると述べ Bは 電子辞書とは 違う使い方で 学生も使用していると述べている A说 印刷词典 有纸质特有的魅力 B说 有的学生呢 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采取和电子词典 不同的用法 来使用印刷的词典 这一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第二项 Aは デジタル化が 避けられないと述べ Bは 学生は 電子辞書よりも 魅力を感じていると述べている A说 数字化是不可避免的 B说 印刷词典 比电子词典 更有魅力 关于前半句 数字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句话呢 我们只能在 说明 电子词典的时候 有看到 所以呢 这一句话 并不是在说 印刷词典的 另外 我们在B文中 虽然有看到 有的学生 指出了 印刷词典的魅力 但是并没有说 印刷的词典 比电子词典 更有魅力 所以第二项 前半句和 后半句 它都是错误的 然后第三项 Aは 辞書としての 使われ方は されなくなると述べ Bは 電子辞書と 共存していく と述べている 那这一个选项呢 问题是 出在了 前半句 因为在A文中 我们没有看到 说 不会有人 再使用 印刷词典了 所以呢 第三项 也是错误的 最后一项 Aは 本のように 楽しんで読める と述べ Bは 電子辞書と 使い分けるべきだ と述べている A说 印刷的词典 能像书一样 感受到乐趣 而B说 使用时 应该区别 对待 印刷词典 和电子词典 那这一项的话 前半句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我们在文章中呢 也能找到相应的语句 而在笔文中 只是客观 陈述了一下 有的学生 是区别 对待 电子词典 和印刷词典的 并没有说 应该是区别 对待 所以这里的 使い分けるべきだ 这样的字眼 它是不对的 所以第四项 我们也应该排除 好的 综合理解题呢 就是这么两个小题 一般呢 是会问到 共通点和不同点 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就需要 格外的认真 逐一的将选项 和文中出现的内容 进行比对 稍微有一个疏漏 我们很有可能会做错 所以这一大题的一个综合性 还是比较强的 难度呢 也是不小 好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长篇的一轮文的部分 で 問題12 次の文章を読んで 後の問いに対する答えとして 最も良いものを 1234から一つ選びなさい 皆さんは 今朝起きてから 今までに どんな広告を見たか 覚えていますか 広告は ほとんどなかったと思うけど いやいや 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現在の時間が 朝 会社についたばかりだったとしても 短い時間のうちに ものすごい量の広告に 触れているはずです 大量的广告 包括 電視的商業广告 報紙上的广告 車廂内的广告 大街上的广告 甚至于有几十 几百条广告 从我们的眼前飘過 その中で パッと思い出せるものはありますか そう言われてみると ほとんどと言っていいくらい 記憶に残っ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在这些广告当中 有什麼广告 可以一下子 回憶出來嗎 我想 如果我 這樣問的話 回答 幾乎 都会是否定的 這裡呢 是出現了 兩個句型 第一個是 都言っていいくらい 意思是 可以這樣說 第二個是 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這裡的 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表示的是 說話人的 一個委婉的主張 広告なんて 誰も見ていない これは 僕が会社に入って 間もない頃に 実感したことです 会議で 難しい用語が 飛び交い 商品のアピールポイントや 表現の話は 白熱しているのですが もっと 根本的なことに はなかなか触れられずにいる 目の前の仕事に 深く入り込んでしまうと 果たして 広告とは 関心を持って 貰えるものなのか という ぐっと引いた視線で 見ることを 忘れがちになって しまうのです こうした 大前提が 見えないままに 作られている広告が 非常に多いの 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誰都不會 來關注广告 這一點 是我進了 公司不久 深深体會到的 一点 在開會的時候 到處都能聽到疑難的術語 深的把看的人 一体何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 广告到底是 一個什麼樣的 東西 第二項 広告とは 必要なもの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 广告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項 広告の用語や 表現が適切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 广告的用詞 和宣傳的方式 是否恰当 第四項 広告とは 人に注目される もの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 广告 是否吸引 人們的 關注 那我們再回頭 來看一下文章 這裡的 滑線處 後面 有一個長句 最後呢 是以 のです 結尾的 我們知道 のです 它是一個 表示 關連的句型 其中呢 有一個用法 就是表示 换一句話說 打一個比方 今日は大学を 卒業しました 明日は社会人 なのだ 今天我畢業了 也就是说 從明天開始 我就是一名 社会人了 那么这句話呢 其實後半句話 也就是在重複 前面一句話的意思 那么文章里面的 這裡的一個 のです 它也就是在解釋 作者前面提出的 最根本的事情了 那么这里 最根本的事情 也就是引號里面 引起来的 一个内容了 所以呢 這裡的話 答案應該是 第四項 好的 上面一段呢 是在說明 目前 廣告業 存在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再回頭 來看一下文章 広告を発信 する側としては 伝えたいことは たくさんあって 一般の人たちも 当然注目してくれる ものと思い込みがちです ところが 受け手側というのは 発信者側の そんな思いなど ほとんど 意義に返していません なぜなら 日常生活の中では 自分の身の回りの 出来事や問題で 精一杯になっているからです 人は自分の心に バリアを張っていって 無意識のうちに 外部情報を 遮断してしまいます ですから 伝えたい情報を 基礎ときちんと 整理した上で 筋道を立てて 戦略的に 伝えることを 考えないと 受け手の心の バリアを破って 入り込むことなど できないのです 这一段 并非如此,从接受的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不会在意广告发布一方的用意的,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处理完自己身边的事情已经够呛了,在自己的心里已经竖起了一道屏障,在不知不觉中把来自于外部的信息给切断。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是先把想传递的信息好好的整理一下,然后再按照一定的顺序,带有战略性的将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否则的话呢,是无法突破人们的心理屏障的。 振り向かせるためには刺激的なものにす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の? こういう意見もあるでしょう。でも単に刺激的なだけでは一瞬目を引くだけで終わってしまう。 心の奥までは浸透していかないのです。 例えるなら子供が隠れていた物陰から出てきて、わっ!と驚かせるようなもの。 驚かされた方は怒ったり相手にしなかったり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相手の理解を得たり、興味を引いたりしないと、本当に心を捉えた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のです。 だから、まず何が言いたいのかという趣旨をはっきりさせ、その上でどんなトンで伝えるのかという工夫を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 那么在这里、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要引起别人关注的话、把广告做得刺激一点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认为、广告如果只是刺激的话、只能让别人一时引起注意、無法渗透到人们的内心当中去。 就像是小孩突然从你的身后跑出来、吓了你一跳。 那么被惊吓到的一方可能还会生气、或者是不会理睬你了。 所以,如果是得不到对方的理解、或者是不能吸引住对方的话,就等于没有把握住对方的内心。 所以,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自己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 然后在宣传的方式上面下功夫,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トン他表示音色、语调的意思。 在这里应该是表示广告措辞的一些语调。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66题。 筆者は広告の受け手をどのように捉えているか。 关于看广告的人、笔者是怎么说的。 第一项、自分のことで忙しく、余計な情報を取り入れようとしない。 为自己的事情所忙碌着、不打算去接受多余的信息。 第二项、毎日の生活が忙しく、たくさんのことを覚えようとしない。 每一天的生活都比较忙碌、不打算去寄更多的东西。 第三项、目にする広告が多すぎて、必要なものが選べなくなっている。 看到的广告太多了,无法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第四项、関心の持てない広告が多く、広告を見る必要性を感じていない。 很多广告都是不值得去关注的,感觉不到广告存在的必要性。 这里的话答案应该很明显了吧,应该是第一项。 可能在这里第二项还是比较迷惑。 但是呢,我们经过仔细的比对以后,发现,在文章中它是说,人们不打算去接受多余的信息。 并没有说,现在的人们不打算去学更多的东西。 所以,覚えようとしない。 这样的描述是不正确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67题。 筆者はこういう意見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か。 逼者对于这种意见,他是怎么看的。 第一项、刺激的広告は受け手の心の奥に入り込んでいきやすい。 刺激的广告比较容易被别人记住。 第二项、刺激的広告はより刺激的にしていかないと受け手に伝わらない。 广告就是要做的最刺激,否则无法传递给对方。 第三项、単に刺激的だけの広告も受け手を振り向かせるためには必要的。 想要受到别人的关注、即便广告里面只带有刺激的成分,也是必须的。 第四项、ただ刺激的広告は驚かせるだけで受け手の心には残らない。 仅仅带有刺激成分的广告、只会惊吓到对方而无法留在对方的心里。 那这一道题的话答案也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是第四项。 因为在文章中最后一段作者举例说,一个小孩吓到了你,你只会说哇,然后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不会理睬对方。 所以呢答案应该是第四项。 好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 広告の発信者に対して筆者が言いたいことは何か? 对于广告的发布一方,笔者最想说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项、受け手の視点に立って商品を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重要的。 有必要站在看广告的人的角度,来宣传自己的商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二项、受け手の心を掴むような情報を発信し続けることが重要的。 需要不断发布能够吸引住对方的信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三项、受け手に商品の魅力をいかにストレートに伝えるかが重要的。 如何将商品的魅力直接传递给对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发现文章当中只有涉及到了广告,从来没有涉及到广告的商品,所以这一条呢是肯定是错误的。 最后一项、受け手に伝えたい情報をいかに整理して発信するかが重要的。 如何将想传递的信息加以真理归纳之后再发布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题的答案呢也是比较容易的,应该是第四项。 关于笔者想说一些什么,其实呢我们可以从文章的最后一段和最后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 ですから、つたいたい情報。 在这两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依据。 好的,最后呢我们是要来看一下信息检索题。 那这篇信息检索题呢是一张关于东西剧场的朋友会的指南。 那我们知道,做信息检索题的时候呢,是没有必要将信息栏中的内容一一进行解读的。 而是先要根据期刊中的要求或者是限定,到信息栏中去找相应的信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呢,首先是给出了一个背景条件。 说,Sara-san在大学的艺术专业,学习戏剧。 如果Sara-san她成为东西剧场的会员,能够享受以下哪一项优惠。 通过和指南比对,我们马上就可以将需要解读的部分锁定在第二段,也就是 下面的一段,对吧?这里的特典表示的就是优惠的意思了,下面肯定是优惠的具体措施。 另外,我们在做这样的信息检索的题目时呢,最好还是把选项的内容和指南中的说明进行一一的比对, 逐一的排除和指南中不符合的选项。这样的话,效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指南。 优惠呢,是有三点。第一点, 当在劇場で行われる公演やイベントの情報をお伝えする 開放誌当在を各月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第一项的优惠就是会隔月寄送关于东西剧场的公开演出和相关活动的汇报。 第二项的优惠 当在劇場で行われる全ての公演のチケットを 会員割引価格でお求めいただけます。 一般会員10%引き、学生会員15%引き、 また日本全国の系列劇場の公演にも一部割引を受けられ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5%引き。 第二项、可以打折、购买到东西剧场的所有的公开演出。 一般的会員是打9折、学生的话是85折。 另外,日本全国的系列劇場的公演, 有的也能享受到95折的优惠。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 系列劇場的公演,它不是所有的都打折的。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部割引を受けられ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这样的一个表达。 另外一点就是, 东西剧场所有的公演门票, 它的优惠不是同意的, 而是根据你的身份, 打折的力度会有所不同。 一般的会员是享受9折, 学生的话是享受85折。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项优惠。 舞台芸術関連書籍を扱う東西劇場内直営売店, 及び系列劇場売店でも割引が受けられます。 東西劇場10%売店, 系列劇場5%売店。 第三项的优惠措施呢, 就是可以在东西剧场直接经营的小麦店和系列剧场小麦店享受打折的优惠。 东西剧场是打9折, 系列剧场的是打95折。 割引を受けられる際には会員証が必要です。 学生会員の方は会員証のほか学生証も合わせてご提示ください。 在打折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出示会员证。 如果是学生会员的话, 我们还需要出示学生证。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选项中的一些描述和信息栏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一比对。 第一项, 東西劇場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る開放誌を毎月受け取ることができる。 可以每个月收到来自东西剧场的汇报。 那么在指南中呢, 第一项的优惠措施是说, 隔月收到汇报。 所以呢, 这样的描述是错误的。 然后第二项, 東西劇場で行われる公演を全て15%引きで感激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观看东西剧场所有的公开演出, 能享受到八五折。 那前面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提干的限定, 对吧? Saraさん她是一个学生, 所以呢, 她是能享受八五折的。 这一项和指南里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第二项呢, 就是我们要选的答案了。 第三项, 東西劇場と系列劇場で行われる公演を全て割引で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看东西剧场和系列剧场的演出, 都能享受到折扣。 关于这一描述, 和我们刚刚看到的优惠措施好像是有矛盾的吧? 刚刚我们说东西剧场肯定是打折的, 但是学生和会员的折扣力度不同。 而关于系列剧场, 有的公演他能享受到九五折的优惠, 而不是所有的公演。 所以第三项的描述他也是不正确的。 第四项, 東西劇場と系列劇場の売店で 10%割引で買い物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能够在东西剧场和系列剧场的小麦店享受九折的优惠。 而指南当中呢, 我们是发现系列剧场呢, 他只能打九五折, 而不是九折。 所以呢, 第四项我们也可以排除。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题, 70题。 会社員のユアンさんは、 東西劇場友の会に入会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る。 入会費と年会費の支払いはどのようにするか。 ユアンさん他是一名公司的职员, 他想成为东西剧场的会员, 那么入会费用和年会的费用应该如何支付呢? 带着这一问题呢, 我们到指南中去寻找相应的信息。 发现有五入会の手続き这么一欄。 那么这一欄呢, 其实呢, 就是解题的一个依据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会の方は事務局で入会費のお支払い及び年会費、 振替用の金融機関口座のご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 金融機関の口座情報と印鑑をご持参ください。 年会費はご入会の約2ヶ月後に、 ご登録の口座からの自動振替となります。 大会のお申し出がない限り、 毎年自動的に引き落とされますのでご了承ください。 这一段首先是说一般的会员需要到市务局来支付入会的费用, 以及登陆年会费用转账的银行账户, 需要带账户的相关信息和印章。 年会费呢是在入会后两个月, 从银行的账户中自动转账。 如果没有申请退出会员的话, 每一年会自动从你的账户中扣除, 请諒解。 那么下面一段呢是申请学生会员的一个方法了。 因为题目期間呢已经给出了一个限定, 说Yuan-san他是公司职员, 也就是一般的会员, 所以学生会员申请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不需要看了。 好的, 我们回头呢再来看一下题目。 第一项, 通过和指南比对, 答案呢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这里的话应该是第三个选项。 和指南里的内容对应的就是第一句话, 事務局で入会のお支払い, 及び年会費振替用の金融機関口座のご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这一句话中的一个及び和选项中的自動振替の手続きもする, 但も它是对应的。 在这一题当中呢, 我们只要判断出入会费用的支付和自动转账都是在事务局办理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以上呢就是所有的N1的阅读部分的内容了 那么通过这次的做题 希望同学们不仅能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吃透 同时呢还能通过这次的分析 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和阅读的方法 这一节课的一个时间呢可能有一些长 同学们呢也辛苦了 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今日の授与はこれで終わり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す